KKBOX 玩音樂 KKBOX 玩音樂 他不是別人 他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小鬼 黃 洪 勝 大家好 我是黃 洪 勝 我又回來了 我有點那個沒在怕的感覺 我剛才看好多東西喔 對啊 一包裡面有的沒的很多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摺紙 摺成一個三角形的錐體 放在你的著作前 可以當成一個月曆 年曆 然後 那個是我代言的牛仔褲的廣告 這個不能亂秀 秀一下歌詞本 歌詞本 其實這次所有的包裝跟設計 我沒有太多參與 因為我都一直在寫詞 然後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服裝的部分 服裝你也有參與吧 服裝的部分我有給一些想法 然後我這次想要做的是 比較反差的東西 例如說像這一件好了 這一件它就是西裝嘛 可是它有一些反差 例如說它底下是雷頂 然後又穿的有點 就是長版 有點像女生的那種衣服這樣 這是比較衝突的東西 對對對衝突的感覺 鬼哥 出到幾年了 我2002年進滾石 所以說應該是10年吧 我2003年發片 對 所以說 如果發片才算的話 就是9年 但是我在2002年的時候 就在 就在一些節目上面 主持過一些兒童的節目 所以說大概 大概10年吧 所以它搞我們很多欸 我們之前還那麼冒犯你 為什麼會冒犯?不會啊 我們一樣大啊 對啊 我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大家所有年輕人玩在一起 我們三個住在一起 一定我們兩個是一樣大的 是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 你應該不知道我年紀吧 不會啊 我跟你一樣吧 差不多吧 對啊 對啊 就是 就是你如果 如果不是你大我一屆 就是我們一樣 同一屆 就是同一屆啊 對啊對啊對啊 那就是一樣 你不要在那邊 你不要弄我 好了 就是剛剛聊到出道 因為它最早好像有在日本 有一些發展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是 你們知道嗎 有一個節目叫 黃金傳說 他們都會到很多地方 然後做一些很crazy的事情 例如說 他們要吃100個蛋糕 然後要用多少日圓 然後過一個月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就互相比賽啊 做這個計畫 挑戰 對這叫計畫 然後呢 那一次呢 這個主持人叫遠藤張照 遠藤先生 他呢 就來台灣 他的一個計畫 就是他來台灣 要成為一個偶像團體 哦 對 然後他就要開始找這個偶像團體 要找誰嘛 那 他們其實日方希望的 但其實老實說有點 是say的嘛 但是 這個say的要say的剛好 要say的不是藝人 但是又已經在培訓 那那一年2002年 剛好進滾石 那他們呢 也找得到 找到了 呃 陳柏林 陳柏林那時候 呃 大人哥 大人哥 但那時候他還是小孩 不是大人 然後 呃 我們兩個就加入了這個團體 對我們叫好吃三 哈哈 但是你後來組的團體 還是跟吃有關啊 哦 你是說 關東組 丸子 丸子 三兄弟 沒有三兄弟 你覺得團體比較好還是個人 我覺得 老實說 老實說 都各有利弊 說實在是真的 團體你最 最覺得最煩的是什麼 我覺得煩的就是 呃 老實說真的很難賺 他講到一個關鍵的 對 這蠻難賺的 法運的臉色也是有點苦 我不是臉色啦 我是口袋 是有點淺 哈哈 沒辦法去關島玩 有時候連褲子連口袋都沒有 有人在關島 有人關在家 哈哈哈哈 欸 關島去存很久 存很久 對啊 真的 這個是一個榮譽 對自己的一個驕傲 對不對 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團體如果感情好 感情好 好到一個進階的時候 不會去在意口袋的有沒有東西 沒錯 你在百分百也很久欸 對 大概五六年吧 我們剛出來就 最後有百分百 對啊 六年吧 差不多 那你在裡面就是跟小豬 大動一開始應該會很 沒有默契對不對 說實在的 這樣講好了 他太厲害了 然後 他 你要接他的球 其實說實在是很困難 但是他速度很快 對 然後他鋪陳啊 還有這一切啊 他就是一個 結合了現代 有趣 跟古代 就是 秀場的文化的一個 跨世代的一個 偶像 對 有一個說法就是會說你 就是會有他的影子 但是我覺得 這個說法不對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會有觀察你們 因為我覺得你 會去 我覺得我會在觀察你的思維 就是 你就是想另外一條小豬沒想的路 所以你們才會有那種互動 對 我覺得因為他是師父嘛 我是他徒弟嘛 其實我自己有個說法就是 他是扁狐俠 羅賓 我是羅賓 對 我們一起出任務 你真的蠻像羅賓的感覺 我就是羅賓啊 對啊 你們看我在百分百我就是羅賓 我就是他弟弟 他欺負我 我就被他拉他頭 大家看這個楚門秀 你知道嗎 看這個兩個兄弟的楚門秀 然後 我可能有的時候會樂曲 比如說那種弟弟不是都會 幹嘛啦 對 然後哥哥一這樣我就 還是害怕 所以你在上面演的比較弱 不是演的還是怕 對 還是要尊重師父一下 一直是尊重他的 他會教我 但是那是他教我的方式 但是他傳授我的方式 他會怎麼傳授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是 你是小鬼好了 好 好不好 你在中間 好 你先來中間 我是羅志祥 你這是來賓 來賓 來賓 我是羅志祥 你是小鬼 那你這次帶來的專輯是 帶來是黑心商品 你這次在問什麼啊 你不會看 他上面不是就寫黑心商品 你問他什麼專輯是 好 那我問別 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講一點 這次他就講一個Q這樣 然後就很好笑這樣 再問一題 好 換你 那你就是 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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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什麼東西 今天呃都不行 呃 我們這節目才一個小時而已 呃 呃一下幾秒就過了 那沒有笑點嗎 幹嘛 幹嘛 來 來 來 誰敢問啊 就類似這樣子 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中間是個正妹 重點是這樣 那中間他就很尷尬 沒有不會 就是大家就笑成一團 可是 這個時候我就被 我就會 就是覺得 有點受傷 有點受傷 可是這個受傷是好的 因為我接下來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下一次我就不會再犯了 啊 那我就會跟他默契越來越好 嗯 對是這樣子 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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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還是回到專輯上面好了 是啊 因為要聊出道開始嘛 是 有一個過程 對 那回到專輯啦 嗯 其實這張專輯有還蠻 大咖的 兩個人幫你寫歌 對啊對啊 是 吳夜天的阿信還有怪獸 沒錯 他們把他把這些歌呢 收錄在自己的專輯裡面 是 但是他們把他點一唱了 真的 你跟他們交情也是到哪裡去了 呃 其實 以前我們是師兄弟嘛 嗯 對不對 然後呢 呃 但其實現在的情感還是師兄弟啦 然後他們呢 這整個團呢 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呢 小時候 我也是聽吳夜天的歌 因為也沒有到小時候啦 學生時代嘛 對 就是一起唱尬恰 一起那種玩團的時候 一定要唱的那些歌 沒錯 基本的 然後呢 就這樣一直 簡單說就是從學生時代 一起跟他們搖滾 然後也曾經去買 吳夜天的門票 進 進那個 那個 那時候是中山足球場嘛 對去唱 就跟他們一起合唱啊這樣 感覺很舒服 然後 然後 就沒想到 既然就跟他們同一家公司 對 然後 的確就是 因為有很多場合的關係 所以說有太多機會 可以跟他們見面 嗯 所以就會跟他們聊天啊 什麼什麼 然後情感就是這樣建立的 那也謝謝他們就是 每一次都幫忙 然後就給我很 很棒的歌 嗯 然後瘦哥呢 就會給我很棒的Solo 對 然後 給我很棒的製作這樣子 對 很照顧啊 很照顧啊 色谷 色谷是跟阿信 阿信很做的 對 對 因為這首歌的Demo來的時候 我聽我就覺得 嗯 這個Demo聽起來 很有日本的感覺 嗯 那個Demo的那個 節奏啊 還有那個調性 有一些 有一些 三味弦是不是 就比較不像台北 對 就是 它不是色谷的感覺 它是 它是日本痛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來寫個詞 跟日本有關好了 嗯 然後我就拿了一張 那種四開的詞 像我畫畫 或是 寫詞的時候 我都會先拿一個四開的詞 就是開始亂寫字 哦 那我就寫日本 然後日本 109辣妹 對 109辣妹 然後我就寫色谷 獨相通 欸然後我就想說 欸這首歌聽起來蠻苦澀的 我要寫個苦澀的情歌好了 欸突然間看到兩個字 苦澀 色谷 欸 欸 是 相通的 相通的 這叫不錯耶 叫做四開亂寫法 對 四開亂寫法 就開始亂寫啊 一直亂寫 對 畫畫也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先來聽一下 好 我唱色 阿信合作 阿信合作 寂寫 是不要做傻事 不要寫歌詞 不要忍不住 撕開新的紗布 再跌遲 再逃避現實 都於事無步 黑字變白痴 讓思念消失 不得不 從追逐到放逐 闖入回憶的色谷 從虛無到荒蕪 我到底何苦 從無數變淡數 回到回神的色谷 從專屬變付書 我做天之福 不明知 一刻又刻 也睡了早事 明時 乃明次 我只是不明時 提手時 在追身夢思 都到此為止 親手都有毒 被忘世情的死死 從追逐到放逐 闖入回憶的色谷 從虛無到荒蕪 我到底何苦 從無數變淡數 回到回神的色谷 從專屬變無數 我做天之福 你們知道 怎麼讓你們喜歡的偶像歌手 在排行榜上有名字嗎 就知道多多點播他們的歌曲 沒錯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七名和第六名的MV 天后歌陳世安與B的組合 聲勢依舊驚人 勢在畢情 從發行以來就一直有好成績 本週又上升一名 佔據第七名的位置 時尚舞后 蕭雅軒的《逞強》 MV找來楊佑寧化刀 Elva也突破偶像歌手包袱 融入劇情當中 讓歌迷們驚豔 《逞強》本週也持續有好成績 放下第六名 演藝圈小畫家 熬犬小鬼 風格大不同 這是一隻鬼 然後它龍年 它帶了龍腳 龍的腮 龍手 哦,那下面是另外一條龍 對,就可以翻過來看 哦,因為就是龍嘛 然後就是花... 龍珠 哦,七龍珠